抓毒贩抓到了自己人 南投检方指挥陷阱调人员兵分多路 到南投埔里一栋名宅破门攻坚 查到了将近400株的大麻 以及逮捕到两名嫌犯 结果发现其中一位 居然是现任双东派出所的罗姓远景 其实这位远景四月才勇猛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没想到他现在为了钱铤而走险 穿着灰色衣服 应有个帮同事把嫌犯压制在地上 制服之后还冲到后面协助捉拿其他嫌犯 这就是62年次的罗姓远景 上个月六号破获了诈骗集团的画面 没想到如今自己却是个重大麻的现刑犯 是由警察埋伏三天两月之后 查获警察栽重大麻的案件 这案的远景在双东派出所担任基层远景 由于平时交友复杂 又和毒品分子过从甚密 加上和朋友有100多万元的债务纠纷 被法院裁定扣薪 早就变离为危继请向人员 他平时工作本身都欠积极 而且交友广阔 与人有债务就分 查获的大麻藏在偏僻的透天错里 利用培养土种在宝特瓶 以水耕植物灯照射的方式栽培 在攻坚时 两名嫌犯躲在二楼准备逃跑 二元警被玻璃割伤 我是从后面 我是从后面上去 也是一样的破床 监警一共带回三个人 和将近400株的大麻 不过嫌犯全都否认犯刑 目前将追查幕后的主嫌 就会认识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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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